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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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粉丝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者給你 我是阿格莉 今天要幫你理財再次的升級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聊什麼 今天要跟大家來聊聊 技術分析的教學 因為在過去啊 我們常常會針對大盤解析 以及不同的產業的面向 去幫大家做解讀 不過呢我覺得阿格莉 一個心得是 基本面常常可以幫我們選出股票 可是你的進場以及出場的時間點 其實還是要靠技術分析 才有幫大家試半功倍 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在今天的主題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台股最近的一個狀況 原本大家很期待 就像我們上次理財最給力 燕麗姐又跟大家講到 其實如果你覺得台股太貴 你不知道怎麼買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台股基金 所以我們原本可以期待的 一些作帳的行情啊 似乎在目前有落空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喔 因為作帳是不是變成結帳啊 投信啊 在最近是連市賣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賣壓呢 是在電子金融傳產三大的類股 其實都是賣壓 所以之前講到說 科技類股的資金流動到傳產 不過現在看起來傳產好像也是一樣 沒什麼力啦 整個大盤疲累的 所以今年以來的漲幅啊 本來台股漲蠻多 可是今年因為最近大捷的關係啊 縮水到只有5.4% 因此要怎麼樣去 在最近有一個操作 我覺得今天的節目 就是我們一個討論的重點 那講到大盤就不得不提誰 不得不提台積電 台積電 最近外資其實也是拚命的賣 我們可以看籌碼可以看到 這裡是外資以及下面投信 其實都是連市賣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iPad Air公佈他們使用5nm的CPU 這個是台積電製程 當天跳空大漲之後 其實就已經沒什麼力了 好險那天我自己的台積電有偷跑一點 不然最近又跌下來又跌了20幾塊 不過手上還有一點還是跟大家共存亡 好不好 那所以呢今天我們就要來 解析整個大盤以及台積電 該怎麼樣看 那今天我們請到的是誰呢 就是請到我們上禮拜跟丁彥均PK的 我們的技術分析網址阿信 嗨大家好我是阿信 阿信就是台積電這樣連市跌的狀況 其實也是蠻令人擔憂的對不對 真的其實跌人這樣跌要大家都怕了 我知道台積電也是你上禮拜 跟丁彥均PK 就是如果你這一集才看的觀眾朋友 記得看我們YouTube 的第7集 那在那一集PK中 用了阿信跟丁彥均各選的5支股票 目前大概過了幾天嘛 我們先來看一下績效 阿信的第一支幹嘛 是台積電 -3%還OK啦 台積電中要大跌 台股就完了 對 所以大家也是要支持阿信的投資組 如果不希望大盤崩 你應該是要希望阿信 那阿信的報酬女 就是-13% 那是不是丁丁丁彥均贏定了 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彥均的投報率 彥均的投報率 目前是-18% 所以大家 我覺得不是這兩個老是弱 這是真的良心話 因為最近盤就大跌 所以你在大跌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挑的 應該就是一些比較抗跌股票 我覺得阿信挑台積電 應該是左眼在這裡 畢竟你是用技術分析去看 對因為我覺得大盤不穩 其實你去 賭太多那種小股票 你的績效不一定好 反正你把你的資金 配置在 相對穩健的股票 其實你發現你的報酬率 不會輸太多 對所以大家在這個 考慮你的配置之前 你也要考慮到大盤目前的狀況 其實他是順勢的 或是逆勢的 這樣你才能挑到 能對應現在大盤的一些股票 那在今天的內容呢 你就千萬不能錯過了 我們先來跟阿信來聊聊 上一次我們談到說 你現在已經開始當專職投資人了 那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你選的 很好 賣的也很好 或是買的很好的一些時間 你可以 分享給我們 好我先來看一下 這一張 這一張股票的中興電 這個應該大家都 蠻熟悉的 中興電最近好紅喔 對 之前很紅嘛 因為像是 風力發電這一塊 或是他有接到台積電訂單 那其實這邊不是跟大家來探討 基本面怎麼樣 來教大家技術面怎麼判斷 好就我們看到這一張 這張圖 大家記得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在看技術分析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有個錯誤觀念 他只看日線 他忽略掉周線跟月線 其實 時間是不是要拉長 對 比較客觀一點 應該說我們是用 長期來保護斷期 對 所以說月線跟周線是讓我們看什麼 是讓我們看一個趨勢 那真正找進場點 是回到日線 再來找進場點 日線找進場點 但趨勢你可能要拉到周線 或是月線來看 對這樣子 你的投資會比較全面 好那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在 阿信的選股 如果說你有訂閱我的文章 你應該都知道 就我的選股邏輯 最主要的主軸都是圍繞在 強勢的股票 什麼叫強勢的股票 就是比大盤強勢 就我們在選股部分 通常都會選擇比大盤強勢的股票 那怎麼看比大盤強勢 其實你們看一下 這張圖是 中興店的 他的周線圖 其實看到他的周線 他的均線排列 他是一個多頭排列 有發現嗎 他是一個 完全多頭排列的形態 多頭排列怎麼看 就是均線一路往上 這樣子嗎 應該說多頭排列 就是最上面 是五日線 然後再來 十日線 月線 季線 這樣子由上往下 這樣排列下來 他就是一個 均線多頭排列 所以就是短的 均線要 比 長的均線還要強 價格還要到 短在最上面 還要在最上面 對它在一層一層這樣下來 像這一種就稱為 均線多頭排列 均線多頭排列就是這個意思 對那這一種股票 其實 通常來說就是比較相對強勢的股票 好 可是這邊 不是要來講這個 我們要講一下 怎麼去判斷 要去看一些更細部的東西 好來看 大家還注意到 這右邊 右邊這兩根K棒 你看看到 倒數第二根K棒 可以發現 可以發現他的量怎麼樣 非常大 蠻顯著高於前面 對他的量這麼大 好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找我們剛剛說了 周線月線看趨勢 日線來找進場邊 可是我們 周線可以發現 他的量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其實下禮拜你要進場 是風險比較大的 因為量已經出來了 應該說量出來了之後 籌碼就會比較亂 籌碼比較亂 情況之下 股價他可能就偏向上下震動 你就比較不好做 很好懂 可能這個時候就是很多人 在電視上講 閃戶看到新聞 大家蜂擁而上 對 沒錯 所以說如果真正要抓進場 你應該等到什麼 等到量稍微縮下來之後 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進場時機點 OK 所以要等量縮 對所以那我們看完周線的形態之後 我們現在回到什麼 回到日線來看 回到日線 剛剛阿欣跟我們說 先看長 因為長線保護短線 沒錯 好那你看喔 日線 那你看到這一張圖 你要有 如果你在技術分析在判斷的時候 你第一個想法 就是要找 大量 或是相對大量 那好如果這張圖 我們撇除掉最右邊這一根K棒 可以看到 相對大量大概就是 大概這邊嘛 沒錯吧 所以好相對大量它是一個壓力點 可是 這個是 教科書上面教大家的 壓力點的判斷其實沒有這麼簡單 不是說單純找大量是壓力點 不是 那我們這邊的壓力點 會帶這一根黑色K棒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這一根 黑色K棒 它的量怎麼樣 它是量增的 這邊教大家怎麼去判斷量增或是量縮 只要今天的成交量 比昨天還大 今天就是量增 今天的成交量 比昨天還小 今天就是量縮 所以說你看這一根 黑K棒 它是股價在下跌的 那它要是量增 就表示什麼 它是一根下跌 量增的 黑K棒 那這種情況代表說 它量價關係是背離的 可能就是有人 是不是跑了 對可能就是我們不知道誰跑 但是就是有人跑 大家一起跑這樣子 有可能是主力跑 也有可能是散戶跑 所以這個邏輯就是股價如果下跌 量增加 其實 這個 我們會解 比較解讀成是賣出的量 對是賣出的量 沒錯 好 所以說你看 這兩根 紅色K棒 它的量也非常大 但是我們 最主要會關注在 這一根 黑色K棒 因為它是一根背離的量 架跌量 背離量 所以你看像這種 黑K棒它的高點就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壓力其實是這樣判斷 不是單純看說 這量很大 然後 一根紅K棒這邊就是壓力 不是 這那麼簡單 大家就不用來上課了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壓力點判斷其實有非常多種 那像這一種 價量背影的關係 其實我們就會把 這一根黑K棒的高點 當作是一個壓力點 了解 那什麼情況之下 代表說它突破壓力呢 好你看 最右邊的這個紅棒 這個紅棒 它的收盤價 有沒有站上壓力點 有嘛 它收盤價就是站上 黑K棒的高點 有喔 對 那它站上壓力點之後就表示什麼 它是一個進場訊號 就這樣看 所以我們剛剛從 周線先看到均線排列之後 那再回來日線去找一個 比較明確的進場點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操作過程 所以大家都說想要 追股票的時候要 逢低去接 但是這個逢低到底要怎麼逢呢 上禮拜阿信有跟我們分享 可能是到跌到月線 或是跌到季線有一個支撐 那今天阿信又進一步的幫我們 透露它的PAPO啦 就是說一個股價如果下跌 但是它的量是增加的話 那這裡就是一個壓力 對這是壓力點 但如果後續的K線有出現 量增加 而且有站上這根壓力的一個高點 甚至更高的話 這個時候 反而是可以進場的時間點 沒錯 因為阿信是屬於 追強勢股的嘛 但是又是 不想要 盲目的追 因為很多追強勢股 看到這K線這樣 一直往上 就弱得掉 對沒錯 像最近那個低壓股 就是很熱門的東西 低壓股這很可怕 我最近在幫一個券商寫專欄 就是剛好低壓股 我一查發現那個溢價 都是超過100% 200% 對溢價都是超高 台灣的投資人給你一個讚 勇敢 勇敢 我跟阿信應該是不敢 勇敢勇敢 勇敢勇敢 那剛剛講完了技術分析的一個 代表之後 就剛剛我們聊到 怎麼樣做一個 創高之後 縫低的一個買進 接下來就要來請教阿信 其實談到技術分析 大家好像都只會什麼KD黃金交叉 然後或者是什麼 RSI 但是我覺得說技術分析沒有大家想的那麼 簡單 那今天你要教我們哪幾招來幫大家入門一下 好今天教大家第一招 其實最基本的一招是什麼 K棒 今天教大家最基本的一招就是K棒 那好我先大概講一下 K棒他分成什麼 紅色跟 黑色 他們寫綠色 不管我們就稱為黑K棒 紅色K棒 黑K 對 好那紅色K棒代表 收盤價 比開盤價還要高 他就是一個紅色的K棒 那黑色K棒代表什麼 開盤價 比收盤價還要高 我們問一下 散戶最喜歡是 開盤買股票還是收盤買股票 開盤買 對開盤買對不對 散戶最喜歡怎麼樣 開盤立刻買進 好你想喔 你開盤買在這個位置 結果收盤一路往下殺 就算是被套牢了 對啊 被套牢所以 黑K棒你看喔 一堆散戶被套牢 所以 黑K棒代表什麼 就是壓力 所以我們在看 紅K棒跟黑K棒的時候 紅K棒代表是支撐 黑K棒通常會認定他是壓力 為什麼 就是因為散戶最喜歡 9點開盤 就進場買股票 大家被套在高點 上班之前 然後再加上或者 前一天看到什麼 消息 然後想要在第一時間買 你最多會在9點的時候 去下台 對啊 上班前 然後是那種菜籃竹 要趕快買一買去 要去買菜 之類 對 所以像是我們看到這種 黑K棒的時候 其實就要小心了 這是在K棒的判斷過程 那 K棒的其實還有 其他幾種 像大家看到這麼多 什麼 同一目線 什麼大陽線 上影線 什麼 到K線 我這樣講 其實你不需要看那麼多種 對 講重點就好了 對 看重點 這邊來跟大家介紹 K棒的第二種 第二個觀念 就是K棒的長度越長 代表說 力道越強 好 K棒長度越長 K棒長度越長 力道就越強 好我們剛剛講過 紅K棒代表 支撐 黑K棒代表壓力 也就是說如果你發現 長紅K棒 就表示支撐的力道越強 長黑K棒代表什麼 壓力就越重 老師我有問題 那你說紅K 這麼長 是很強 那萬一他被跌破的時候 就這裡也就會變成一個很大壓力 沒錯 你看 阿格力雖然是基本面的投資人 但是 還是有一點 會跟 別開玩笑 好 再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子有 像這種大長紅 這個 一定是強的吧 但是 進長點這部分 這個以後 等到下一集再來交 因為講不完 因為我有太多紀錄分可以交 所以這邊先介紹一些比較簡單的概念 像是這種大長紅棒 他算是很強 但是他 一定能進長 這倒是不一定 那我們舉例來說 像是這一種 下面有收了一根 比較長的下影線 那這一種代表什麼 盤中 股價是不是曾經掉下去 就拉上來 就表示什麼 D檔有人在支撐 D檔有人在支撐的情況代表說 有人逢低在承接 好那逢低在承接表示什麼 可能有人看好這檔股票 或是有人想覺得這個價位 他可以買了 他可以接受 合理價 對 就會有買盤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判斷這個支撐是強 還是弱 就是看 如果你發現像 這一張圖 他的影線長度 他是比 實體K棒長 兩倍以上 就表示他下方的支撐力道 其實是比較強 虛線比實線還要長 那兩倍以上的話代表是支撐非常的強 應該不能說非常強 只是說還比較強 相對的概念 那好我們看到像這一種 像這一種 像他可能是這一種 上影線比較長 如果你發現上影線比較長 他比實體K棒長兩倍以上 這一種 賣牙中 事情就大條 代表有人落跑 沒錯代表有人落跑 大家逢高就要出 要逃命你知道嗎 所以 我們剛剛講過 大長虹 跟這種 上下影線的情況 那 還有一種 是大家 比較常見到的是什麼 這一種 十字K棒 十字K這個大家 應該 就比較不熟悉了 對 不過顧名師應該就 十字入口 的意思啦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要抉擇 就是 十字入口你要怎麼樣 停看廳嘛 那樣比較到 沒關係啦 反正十字入口你知道什麼 紅綠燈嘛對不對 所以十字 你看到十字K棒的時候代表什麼 大家在猶豫 多空在拉鋸 多空對戰 沒錯好 那在這邊先講一下 十字K棒有分成 兩種不同的形態 一個是亮針的十字K棒 另外一個什麼 亮縮的十字K棒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好我這樣講 亮針的十字K棒 假如說 像我們剛剛講過 什麼叫亮針 今天亮比昨天大 今天就是亮針 好那今天亮針的十字K棒 它的高低點 就是一個 關鍵點 你去看它未來是高點突破 還是低點跌破 如果高點突破 股價往上 低點跌破 股價就 往下流滑 就是比較 表態的時間點 對 沒錯 那如果是一根 亮縮的 十字K棒 我們要怎麼判斷 其實你要看 接下來 出亮的 K棒是往上 還是往下 也就是說亮縮的十字K棒 本身它沒有什麼判斷意義 我們要看接下來 股價出亮的方向 是往上 還是往下 我們才會知道 所以大概 比較常見到 就是這幾種 所以十字K棒其實是大家 我覺得阿格力覺得大家會比較不熟悉的部分 對 那剛剛阿信有跟我們提到 如果 十字K棒出現 那你就要看之後亮針的時候有沒有突破 有沒有突破 那如果突破的話 這個就是相對比較強勢 沒錯 反之就是弱勢這樣的狀況 沒錯 不過說真的我聽一聽我也 已經快睡著了 糟糕了 怎麼辦 我們就直接舉例給大家 有沒有一些實戰的例子 來 幫我們更了解這個技術分析 好我這樣講就是 在上禮拜有講到一張股票叫做 萬潤 萬潤設備廠 對萬潤設備廠 剛剛上禮拜講了很久 好那 其實可以看到 大家上禮拜講完之後 股價 應該說相對大盤強勢 大盤 跌得稀里花啦 他沒有跌 好像其實 我再跟大家稍微講他有一個選股的概念 就是說當你發現大盤 跌的虛咧咧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 相對抗跌的股票 這大盤如果漲的話 可能他上漲的機率也會更高一點 對沒錯 因為他相對抗跌代表有人在做支撐 好不過這不是今天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看到 昨天的萬潤 像剛剛 阿格力在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有提到什麼 有提到 投信的買超 其實萬潤昨天投信是有買超的 不過這本沒有列出來 好但是 看到這邊 剛剛有講到說怎麼樣去判斷 壓力點 那 你看喔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說過 有什麼 大量的 K棒 沒錯吧 好那這邊 大家會覺得說奇怪為什麼不是拿 中間這一根 粗量的黑K棒 而是拿這一根 紅棒 來當作 判斷點 欸對啊怎麼會是這樣的判斷 為什麼很奇怪對不對 好我這樣講 我們這邊把 圖片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在 這邊 這幾根下面的這部分 另外一個分成 上部分 上下 上下兩個部分 你會發現是這一根紅K棒 這根大量的紅K棒 突破了過去這一段盤整區 好像變成一個分水嶺的感覺 對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箱形整理 好那你看到這一根 大量的紅棒 它突破了之前的一個盤整區 但是 它突破之後有立刻漲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 這個地方 它就遇到壓力了 原來是這樣 對因為它突破之後 照理來說應該是要立刻往上載 但是它卻沒有 就表示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壓力點 所以它才漲不上去 好那我們看到壓力點之後 把這一條壓力線畫出來 大家覺得說壓力線畫出來 現在不知道幹嘛 進場吧 不是 其實不是 壓力線畫出來之後 你要去判斷 你畫的這一條線 到底正不正確 要怎麼判斷 要怎麼判斷 所以這個就是請看下一集 沒有開玩笑 請看下一集 快這麼轉盤 不行 現在就要講 現在就要講 OK好 今天你開始看到 它在這邊 你看這一根 K棒的高點 我們把它畫起來 你會發現 過去這幾天 只要K棒去 突破了 這一根 大量紅K棒的高點 都站不上 收盤價都站不上 它可以盤中突破 但是收盤價是都站不上 所以這邊就是 一個壓力了 沒錯 所以這條線就發現 每一次突破 阿信跟女生約會 出去五次 前面是曖昧 然後約會出去了 突破 然後後來約會五次都沒有進一步的進展 這樣就是壓力 這個是18件的東西 不是18件 這是你們談戀愛的進度 談戀愛的進度 牽手啊 或者是進一步進一步 講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 這個地方是不是 它每次遇到 這一個 紫色虛線的這個壓力點 它都站不上 好那什麼時候站上 昨天 剛好就是昨天 剛好就是昨天 昨天就可以視為一個突破了 對 昨天就是一個突破訊號 那所以你看到突破訊號之後 進場之後 怎麼樣 好 那我們來看到下張圖 像剛剛在 一開始有介紹那個 績效表 對 你是一直在替自己辯解嗎 也沒有替自己辯解 因為其實 這個就是 我這樣講 在上一集的部分 其實有講過 最近是什麼 就一日行期 行期很快 就是可能今天上去 明天要下來 沒有可能當天就下來了 可能當天就下來了 對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萬潤今天早上有沒有上去 欸有 它今天早上大概漲了 我記得好像漲到快要7% 7% 7%在現在這個行情 不簡單 不算少了吧 不簡單 對 可是 這邊大家注意一個觀念 你看喔 它今天這個 最高點74.9 其實已經突破了 前波高點了 已經突破了 好那 這邊記得一個重點 我們在 坊間看到教科書 或是那種 圖書館那種 泛黃的書 書本 泛黃的書本 對 技術分析的書本 它都會教你說什麼 突破高點 代表這一檔股票強勢 高點越高代表這檔股票強勢 對 但是其實這觀念其實是錯的 過時了喔 對 那些書你可以回去燒掉 燒掉 不能這樣 這些書可以先不用看了啦 我們還是要尊重在前人的意義 看我們節目就好 對 看我們節目就好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最近 如果股價它 突破了前波高點會怎麼樣 很容易就會 溜滑底一路溜下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因為 大家都知道說 突破高點 就是強 就是買進 對 可是你想 大家都這樣想 那主力會怎麼想 對 主力永遠想了 對 跟一般的人不一樣 看到散戶都買進了 主力怎麼樣 你要買 我全部都給你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等你們都放棄的時候 我又再進場 我又再買回來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最近很多股票 它突破了前波高點之後 反而是一路往下 就是因為 大家都學會 以前的急速分析 就是 突破高點強勢 強勢代表進場 但是錯了 已經過世了 你要買 你要的進場點 是像我們剛剛這張圖 講到什麼 你要在股價 還沒有創新高之前 你看這邊是還沒有創新高 股價都還沒有創新高 它在還沒有創新高之前進場 那等到創新高之後怎麼樣 就 賣給那些愛最高的投資人 所以你要靠最近的盤因為特別快 所以你要靠這個方式 去做一些 短線的價差 不過我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如果突破之後 你要等它 再退回一點 再突破再買進 這樣重複的確認一次之後 這個風險是會比較低的 這個東西要留在 下一集再接受 你怎麼那麼多要留在下一集 我這樣講因為技術分析 我們現在這一集都單純只講K棒 可是技術分析有講 可能看K棒看均線看形態 慢慢來 不然觀眾朋友跟不上 對對對 剛一來的時候要先交代說 你這一集千萬不能講太多 不然觀眾跟不上 對對對 所以要大家保持收看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一個例子 還有沒有其他一個例子 我這樣講如果說 以今天的盤勢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 聯電 其實聯電就很有意思 像聯電是上禮拜有選到的 好 今天的股價其實算不算強 其實算強 怎麼看 你看 一樣 是不是跟剛剛萬潤那樣圖的 教學是一模一樣的 他今天股價突破 在這一根紫色 你會發現他是一根什麼 大量K棒 好你看 這一根紅棒 他是突破了過去這一段的盤整區間 對 是不是跟剛剛萬潤的技術分析是一模一樣 但是你有發現 過去這幾天 我剛剛講過 你把壓力判斷出來之後 你下一步要幹嘛 去看你的壓力 劃的是對 還是不對 那你發現 過去這幾天 股價有站上嗎 都沒有 沒有有效的站上過 對他只有盤中突破 但是收盤沒站上 收盤站不上 他就不是一個 有效的站上 所以這邊要幫觀眾朋友問一下 所謂突破 要怎麼樣定義 是真的突破還是只是短暫突破 基本上我們在看突破的時候很多人會說 萬一是假突破怎麼辦 我這樣講 很正常 對你遇到假突破是非常正常的情況 你沒有遇到才是不正常 那你遇到假突破怎麼辦 那就只好 先停水 先放棄 因為畢竟 你看錯了 那可是我這樣講 你在 追突破的時候 請記得不是等到看他創新高之後才來追 你看到他創新高之後才來追 其實你的風險就變大 而是你要在股價 還沒有創高之前 他有一個突破訊號的時候 你這樣進場 其實你的 風險會比較小 如果這邊是有一個突破訊號的 不是嗎 這邊像今天就是有個突破訊號 所以 怎麼看 你看 今天的收盤站 他有沒有站上 大量K棒的位置 老師我記得 你剛剛說十字線 就是這裡 後來的K線有量增 那有突破 所以這邊就可以 視為一個在近期的突破點 沒錯 這邊是個突破點 所以這樣看懂嗎 就是跟萬潤剛剛一樣的狀態 過去一段時間盤整 然後出現了 第一根紅棒 第一根紅棒突破 突破之後又開始盤整 然後再出現一個突破 然後看到剛剛阿信 一開始跟我們講的十字線 就十字入口 那十字入口之後的股價走勢 如果量增然後有突破十字 入口的高點的話 那這裡算是一個短線上 相對可以參考的一個位置 沒錯 那剛剛阿信跟我們分享的 突破一些訊號 比方說十字線 以及前一波的高點 如果突破那個 第二次的突破 才是比較能確認 股價又比較強勢的 這樣一個動態 那接下來要幫大家問的就是 最近的盤 其實 是一個反轉的盤 所以呢 反轉的股票也是 大家特別要留意的 那要怎麼樣去 看一檔股票即將要反轉 就像一開始 我在節目跟觀眾朋友講的 其實基本面進場的投資人 你還是要關注技術分析 因為基本面是一個幫助你篩選股票 但是他沒有辦法幫你 找到 比較好的買 或賣的時間點 這個還是要靠技術分析 那阿信就要來教我們今天 最後的一個重點 那就是反轉到底要怎麼看 好我們來看到 亞利這張圖 這張圖 一樣 第一件事 看什麼 壓力點 對不對 先找壓力點 先找壓力點 那我們要怎麼去看壓力點 其實在 剛剛的節目有稍微跟大家講過 股價這邊都是一路往上漲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從哪裡開始盤整 從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從這一根K棒開始怎麼樣 股價就一直盤整 對 他不像之前這樣一路創新高 如果你是現在才看的觀眾朋友 阿信剛剛的內容 我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這一根為什麼會變成壓力呢 也就是下面的成交量是增加了 可是上面卻是一根黑K棒 照理說如果是一個買進 應該是說成交量增加 股價就要往上漲 不過這邊剛好是相反的一個狀態 對沒錯 好那 剛剛跟大家講過說 壓力線劃完之後 你下一步 你是要去檢視說 你這條線劃的到底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你看喔 這幾天 12345678 過去這8天股價都怎麼樣 完全站不上 一碰到就留上影線 對你發現一碰到就留上影線 一碰到就留上影線 代表什麼 這邊就是壓力 而且這邊符合剛剛阿信跟我們講 上影線 是下面實體棒的兩倍 對而且怎麼樣 量 超大 超大 對你看到這邊量很大囉 這邊量很大代表什麼意思 量很大的情況 就代表說很多跑去追價 所以在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賣出時間點了嘛 不是 是逃命點 是逃命點 對 落跑 要落跑 對是逃命點 你看喔量這麼大代表什麼 散戶都進去了 那股價殺下來代表什麼 散戶都套牢了 散戶都進去 散戶都套牢 請問一下 這樣籌碼會不會亂 一定會亂 所以你看為什麼 後續股價就是一路往下殺 就是因為你看喔 這邊壓力點已經站不上了 它就是一個突破失敗的 反轉訊號 我覺得這集節目真的很棒 剛剛阿信上半堂跟我們聊到說 成交量跟股價如果有背離 這樣的一個狀況 以及剛剛 我們講到 上影線 如果是比 屍體棒大兩倍的情況下 那邊壓力就 超級霹靂 宇宙無敵大 剛好剛剛 亞歷的例子 是這兩個因素加起來 沒錯 那個時間點剛好就是一個賣出的時間點 我覺得這真的不是馬後炮 真的不是馬後炮 因為剛剛從 技術形態上也有跟大家說要怎麼樣去看待 那我們最後用亞歷這個例子呢 就讓大家了解到 如果你手頭上的股票 有發生這種成交量 大增啊 可是是留黑K棒 以及如果 上影線非常的長 成交量又很高 這個時候你就要怎樣 小心了 不是說逃避嗎 小心而已 現在不能講 因為搞不好 有人會亂賣 所以我們還是要保守一點講 還要保守一點講 其實技術分析是影響股價一塊 你還是要去看他的基本面 最近財報公佈的狀況 怎麼樣 那如果財報很爛 你剛好看到你的限制 那你可能就可以多價思考 是不是要把股票 賣掉做一個獲利了解 那如果你喜歡阿信的技術分析的話 我們在之後的幾集 也會陸續幫大家 來整理 像今天是整理 怎麼樣是突破 以及反轉 那之後呢也會跟大家講更多什麼 縫地承接啊 以及如何 追創新高股票等等 這麼多元的一個主題 那如果喜歡阿格力的投資最給力的話 請記得到YouTube 跟Facebook訂閱 投資最給力 讓我們下次幫你的理財 再次加點力 下次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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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